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 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六届、七届、八届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前学森同志的遗体 六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前学森同志因病 于2009年10月31日 八时六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8岁 六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木 哀乐第一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 钱学森同志 横幅下方是钱学森同志的遗像 钱学森同志的遗体 安华在鲜花脏的鲜花脆白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 党旗 上午九十许 胡锦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江泽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Senat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王刚 王岐山 回梁玉 刘琪 刘延东 李源潮 张德江 郭伯雄 朱镬 朱镕基 李瑞环 宋平 魏剑行 魏剑行 李兰青 曾庆红 令计划等 在哀乐声中 缓步来到 钱学森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 莫哀 向钱学森同志的遗体 三举功 并与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 慰问 钱学森同志 并重器件和逝世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钱学森同志的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 慰问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钱学森同志的 生前友好 家乡代表 和首都各界群众 也前往宋别